面对困难 最好的方法就是忘记它的困难 只要放松心情坦言以对 就是这样 你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冲过难关 迈向坦途 小男孩说 我走不动了 我做不到 我要留在这里 留在山脚 你自己去吧 姐姐就说 那真是可惜了 但是你看看啊,弟弟 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向前走一步 然后看看你踩在肚里的脚印有多清楚 你看看我 每一个脚印都很清楚 现在你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都可以一样 小男孩往前走了一步 我记得一样很清楚 你也是这样觉得啊? 你看看我,我这里又有一个了 我踩得比你辛苦 因为我比较重,脚印也会比较深 你再试一下吧 现在我的都一样深了 你看看,这里和这里,还有这里,它们都一样深啊 是啊,真的很好啊 不过,现在到我了 让我再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一起比较一下吧 它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 一边跟它们的脚印竞筛 一边低头小看它们拿路的脚趾间飞扬灰色尘土 没多久,小男孩抬头看看四周 咦,我们已经到达山顶了? 是啊,弟弟,你真的做得很好啊 我们已经到了 你想要到达的目标 事实上,都必须要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成功也是这样 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累积 靠的是一步一步的行动